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安说到明天的开庭只是资策会自速表达意见 没有要他到庭 也再三说明他的论文并没有盈利 目前已经请律师处理 准备了相关的试证资料 未来如果后续在司法诉讼进度上有需要的话 他会全力的来配合 而明天资裁会的代表人倒庭自诉后 台北地方法院也会再决定 是否需要传唤高宏安出庭应讯